一、于晚上,我去八十岁的老邻居王大爷家喝茶 我看到王大爷家布置井井有条 家庭环境十分温馨 就羡慕地说道 王大爷,您的家庭一直以来都很温馨快乐 您能告诉我家庭保持兴旺发达的秘密吗? 八十岁的王大爷听了,乐呵呵地点着头 他说,好,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家庭兴旺,有四个法宝 你要牢记,要珍惜这四个法宝啊 那么,八十岁老人所说的这四个法宝 究竟是指什么呢? 二、一个法宝,家庭大事要商量 八十岁的王大爷说 家庭兴旺,靠一个家庭的单打独斗 往往很难实现 一个家庭,要想保持长久的兴旺发达 可不能搞家长制,搞一言堂 一个家庭,总是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的 当一个家庭出现了一些危机 或者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出决断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样的大事放到家庭的桌面上来商量 让大家一起出谋献策 当一个家庭懂得大事要商量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家庭就拥有了团结 拥有了智慧 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都难 所以,家庭大事要商量 是我们家庭兴旺发达的第一个法宝 我们要好好珍惜 三、两个法宝 家中小事多原谅 八十岁的王大爷说 家庭要想兴旺发达 良好的家庭氛围必不可少 一个家庭,除了一些大事需要商量之外 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们要懂得小事化了 家人之间,要彼此做到小事多原谅 而不是斤斤计较 让家人之间的小矛盾无限扩大 一个家庭一旦出现了一些小事 都要大吵大闹的时候 那么,这样的家庭衰败就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一个家庭 如果懂得家中小事多原谅 那么,这样的家庭 就拥有了家庭兴旺的第二个法宝了 我们要懂得好好珍惜 四,三个法宝 夫妻不分对合错 八十岁的王大爷说 家庭兴旺 夫妻关系最为重要 都说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家庭 如果能够做到夫妻同心 夫妻之间 为了家庭的事物 即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失误 另一方也不会计较 那么,这样的家庭 就会在夫妻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慢慢地兴旺发达起来 相反,如果一对夫妻 常常为了家庭的琐事大吵大闹 一定要分出个青红皂白 那么,这样的家庭 陷入衰败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为了家庭的繁荣昌盛 夫妻之间不分对合错 是家庭兴旺的第三个法宝 我们一定要经营好夫妻关系 五、四个法宝 兄弟不翻尘就账 八十岁的王大爷说 家庭兴旺 兄弟情也很重要 一个家庭 如果出现了兄弟 为了一些各自的利益而吵吵闹闹 把父母给的一些陈年旧账 拿出来清算 那么,这样的家庭 就会出现了裂缝 而兄弟之间的对抗 必然会造成轴理相争的场面 到时,兄弟之间互相指责 轴理之间互相攻击 好好的家庭 就可能弄得鸡飞蛋打 一地鸡毛 这样的场面 势必造成父兄离心 家人失望 家庭衰败的结果 所以,兄弟之间要懂得和睦相处 兄弟不翻尘就账 是家庭兴旺的第四个法宝啊 有这四个特征的老实人 往往会服浅命薄一个人过于老实 往往就会有自己明显的弱点短处 容易被别人欺负瞧不起 老一辈的人都会教育我们 要老老实实做人 时至今天 老实人在这个社会上 越来越不受待见 有一句话说 吃亏是福 谁愿意吃亏 只有老实人 才经常吃亏受欺负 哪里会有福 经常吃亏受气 命运只能会越来越差 一个人过于老实 就是木讷 就是死心眼 不会来事儿 走到哪里也会出力 不讨好 一个老实人 往往会有自己明显的特征 别人一看 你就老实 有的人就会瞧不起你 利用你 欺骗你 甚至欺负你 所以老实人要学会改变自己 否则命运就会越来越差 落得各浮浅命薄的结局 有这四个特征的老实人 往往会浮浅命薄 一生命运多艰 一个人做人可以老实 但是不要老实到 可以任由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 有时候 亮出自己的底线 大胆为自己发声 才能活得理直气壮 一 总是受欺负的老实人 往往会浮浅命薄 一个人过于老实 往往就是别人手中的软柿子 爱怎么捏就怎么捏 如果一个老实人 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负 甚至遭到打骂 经常吃亏受气 命运就会越来越差 就会浮浅命薄 一个人如果在群体生活中过于老实 不硬气 不会来世 往往会受到别人的联合欺负 被别人捉弄 甚至成为别人的出气筒 自己的利益被瓜分 被霸占 常常吃亏受气 就不是好事 总是接受别人负能能量 自己忍气吞声 就会变得晦气 诸事不顺 有一句话说 吃亏是福 但一个老实人 如果天天吃亏 绝对不是自己的福气 吃了亏 挨了打骂 损失了自己的利益 心中一定会生气郁闷 想不开 也许会生病 那里是福 是命苦罢了 二 胆小怕事的老实人 往往会浮浅命薄 一个人过于老实 往往会胆小怕事 活得畏畏缩缩 人生有机会出头 也怕失败 容易坐视良机 生活中遇到事 往往害怕 不知道怎样解决 手足无措 被别人欺负了 也怕事情闹大 而选择忍气吞声 一个人胆小怕事 一定会难有座位 前怕狼后怕虎 前考虑后思量 又怕失败 又怕丢脸面 再好的机会 也抓不住 人生难以转变翻身 一生只能庸庸碌碌 难以发达 生活中 谁也不能保证 自己不发生点事 老实人遇到事 往往手足无措 想不出办法 解决不了问题 心中还有很大的压力负担 自己把自己困死了 愁长百接 看不到生活的出路 只能自己折磨自己 因为胆小怕事 遇到和别人有矛盾 有摩擦 就会选择忍气吞声息事宁人 不惜吃亏牺牲自己的利益 胆小怕事 正是浮浅命薄 难有出彩的人生 三 有话讲不出的老实人 一个人过于老实 往往就会笨嘴捉舌 不太会说话 不会奉承别人 不会迎合别人 有时候 有理讲不出 即使不是自己的错 也不会具理力争 吃的是哑巴亏 不会说话 就不会来事儿 就不会办事 人生难以得意 生活中 有时候能干的 不如会说的 老实人往往出力不讨好 因为不会说话 很难讨领导的欢心 难有出头之日 相反那些 油嘴滑舌 会溜须拍马的 却会得到领导的器重 和赏识 有话讲不出的老实人 和别人发生了矛盾 有了摩擦 往往也会有理讲不出 没有错 也会被别人颠倒是非 博得一无是处 而自己白口莫辩 只会生闷气 心情不好 有话讲不出的老实人 往往难有好的机会和命运 四 封闭自己的老实人 一个人过于老实 往往就不善于交往 没有朋友 容易自己封闭自己 一个人独来独往 沉默寡言 似乎与别人无形中 有一条看不现的界限 封闭自己的老实人 往往爱钻牛角尖 遇事想不开 却没有人倾诉和开解 想不开 活得就不会快乐 封闭自己的老实人 是自己关闭了自己的心门 活得郁郁寡欢 不想与别人交流 别人也静而远之 久而久之 就变得死气沉沉 没有生气 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 没有了快乐 也没有幸福 一个孤独的人 快乐不能与别人分享 痛苦只能独自一个扛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太多的时候 只能孤苦无一 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好命的 甚至被别人当成怪物 一个人越老实 以上四个特征往往会越明显 不是有福之人 往往会浮浅命薄 学会改变自己 才会有好的命运 写给老实人 牢记这四句话 才不被人当软柿子捏 老实人 心最软 总是容易原谅别人 总是不忍拒绝别人 不会推脱 别人说什么 就是什么 就这样 别人就容易不珍惜老实人 甚至得寸进尺的 对他们索取 老实人 心最真 对人非常真诚 也非常热心 从不虚伪 就这样 别人问他们 借钱总是会借 但是却不容易 把钱要回来 老实人 没心眼 却总是被人利用 替人背锅 知道自己吃亏 也不敢反抗 一直在忍 不敢出声 就这样 别人就越觉得 他们好欺负 从不把他们当回事 老实人 你可以忍 但不能一直都忍 不然别人就认为 你是没底线的 就会一直把你当软柿子来捏 你要让自己带上一点锋芒 别人才会对你另眼相看 才会尊重你 此文写给老实人 牢记这四句话 才不被人当软柿子捏 一 谨慎言行 学着圆滑一些 老实人容易吃亏 都是因为有什么话都是直说 不懂得避讳 所以容易得罪人 老实人 你要知道 其实有时候 我们不能太老实 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的 特别是在职场上 你要学着圆滑一点 其实是一种智慧 懂得察言观色 学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说话 不能说 太满 也别什么话都跟别人说 要让自己养成谨慎 慎行的习惯 毕竟人心复杂 说出去的话 若是没有把握好分寸 就变成了多言 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 从而用来陷害你 老实人 也要学会看清别人 有些人是为了套你的话 才接近你的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不然别人会让你来背锅 二 令自己为难的事情 别碍于面子 不懂拒绝 有些人 是不会记住你的好 知道你是老实人 就是想着什么事情 都找你帮忙 什么事情都要你去做 甚至一次次在试探你的底线 让你做一些为难的事情 老实人 当遇到一些人 让你去做令你为难的事情 又违背原则和底线的 一定要懂得拒绝 不要糊涂地去帮他们去做 不然出了什么事情 可能就是别人给你挖好了坑 让你替别人来担责 自己就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了 有些事情 我们是不能帮的 即使是得罪人 也要当场了断拒绝 总比事后出现问题 要自己负全责 就不好了 三 不随便插手别人的事情 遇事也不怂 人有时候 不能太老实人 看到别人遇到事情 就老是去当老好人 结果好心没好报 插手别人的事情 以为帮助了别人 最后却被别人指责你 抱怨你 说一切都怪你 不是所有人都会承认你的好 更不是所有人都会对你客气的 反而他们自己有错 看到你过来了 直接把货推到你身上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耸 有事论事 别人拿什么态度对你 你就还什么态度给别人 态度强硬一些 别人才不把你当软柿子一样捏 当有人跟你玩心眼的时候 你就不要去插手一些事了 观而不理 不发表意见 才是最明智的 四 做好自己 默默叙利 人这一生 想要不被别人欺负 那么自己 一定要强大 人生最好的人脉 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优秀的自己 便是最好的人脉 有些人 就是看你不够强大 就是觉得你老实好欺负 所以处处占你便宜 各种使唤你 那些只会消耗你的人 我们就要学会远离的 不要觉得他会帮助你 人生始终都要靠自己 老实人 默默叙利 悄悄提升自己 不断强大 别人才无法欺负你 当你强大了 会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高攀不起 记住 千万不要高估 你与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亲爱的安德烈中 有一句话 人生 其实像一条 从宽阔的平原 走进森林的路 在平原上 同伴可以结伙而行 欢乐的前推后急 相濡以沫 一旦进入森林 草丛和荆棘挡路 情形就变了 个人专心走个人的路 寻找个人的方向 那推推几几 同畅同乐的群体情感 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 同僚深情 在人的一生之中 也只有少年妻友 深以为然 正如三毛所说 朋友绝对落时空 而时玩伴一旦阔别 再见时 情感只是回忆中的一种承诺 见面除了话当年以外 再说 什么都难了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会随助时间而变化 不要高估你与任何人之间的关系 再好的朋友 再好的爱人 也会有形同陌路的时候 记得山河故人 里有这摩一句台词 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 迟早是要分开的 时间在走 人心在变 以为会与自己同路而行的人 突然就到了别 分道扬镳了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样 在渐行渐远中 产生了距离和陌生 闺蜜呢 阿妹我 寄东西给我 我会觉得开心 可是又不想收 我觉得亏欠 我也会同样寄她喜欢的 或日常用品给她 我们的关系并不能说 有多摩肩不可摧 只能说靠这样的方式 维持住吧 在一年之前 她说的一句 话我感觉很难受 她说 和你说话感觉很舒服 而某某事真的很重要 在那之后 我们还未持住之前 看似看不可破的关系 就这样过了一年 一年间 我们经常联系 寒假中几天 我们还有点联系 后来就断了 就连她谈恋爱我 都是从空间知道的 而她的对象 也是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的 然后我再等 等她的资讯 等她告诉我她谈恋爱了 等她和我分享那些开心的事 一天 两天 一月 两月 到现在都没收到任何消息 说不失望是假的 只不过是懂了 我没那么重要 重要到这些都可以分享 其实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性格有问题 不善于交流 不喜欢别人对我好 还总是会把对我好的人往外推 一直以来 我很明白 不要把自己 看得在别人心里那么重要 可是有时候 不知不觉之间 很多都很重要了 现在不时还是会伤感 不过看开了很多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 没有惊喜 没有意外 追追剧 看看书 拍些风景照 好像找到了一种舒服的方式 依旧热爱生活 以前单纯的你 对每个人都很好 没有心机 以为自己对别人好 别人就会对自己好 直到被人从背后捅刀子才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单纯 时间是人 落难时心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值得你身骄 看清别人 保护自己 是一生的责任 纳兰荣若有一句诗句说 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到顾人心一变 最冷不过人心 最伤不过无情 曾经你以为爱一个人 只要真心付出 就可以被感动 可是你的讯息 被石沉大海之时 却看到你爱的人 和别人行走在街角 这一刻 你猜明白 感情不是一厢情愿 除了自己 没有谁能陪你走到最后 陈奕迅的歌里面也说到 成千上万的路口 总有人会要先走 很多感情最后都会回归于尘土 所以千万不要高估了别人 也不要高估了自己 有人相信所谓多年的好朋友 会带他走向更好 却不知这个好朋友 把他带入了地狱的深渊 骗光了你的钱 一切落难之时 朋友只会冷眼旁观 而不是出手相互 逼得你走投无路 从十几层的高楼坠落 坠落之时 看住自己的妻儿说 对不起 永别了 有人以为自己的上司会 真心带自己发家致富 殊不知是为他自己的出路 而找一个替罪羊 一步步地接近你 对你好 然后给你设下一个圈套 让你不自觉地跳进去 走上了不归路 当一切真相揭发之后 才得知自己交错了人 瞎了眼 一切都只是你高估你别人 高估了自己 人心不懂得知足 是最可怕的 人性如果没有底线和原则 就会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了绝路 人生 亲闲人缘小人 永远要懂得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不要活得太傻 擦亮眼睛识人 做好自己的分内事 越了线 那就是自找麻烦 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事 就是别人根本没把你当回事 你自己却多愁善感 所谓内心的强大 最主要的根基应该 就是耐得住寂寞吧 如今的世界 社交媒体 手机微博 以及繁杂的讯息 占据了人们太多的时间与情感 沉溺其中 人会变得更为敏感 过多地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会不自觉地浪费自己 宝贵的时间 在根本不重要的世事人人上 我们不仅要学住耐的寂寞 更要学会享受寂寞 理性地控制时间 阅读 锻炼 培养一两个有格调的爱好 给自己制定很小很小的目标来 挑战自己 比如今天早起十五分钟 多做五个仰卧起坐等 余生 不必把太多人请进自己的生命里 把热情交给自己 用清静心 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吧 人老了 提前做好三事 往后余生无忧 一 人生路上 暗藏着许多的惊喜与沮丧 对于未来 我们每个人 其实都在冒险 因为 谁也不知道 在未来会遇到怎样的人生景象 苏勤说 人生路 谁也来不了第二次 走慢一些 看戏一点 别太急 其实你没那么赶时间 每一个人 都有老去的时候 就像春花总有凋谢的那一天 冬季的寒冰 也会因为天气转暖而融化 时间带给我们很多欢乐 也有无限的惆怅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 交付了时间 赢得了更多的财富经验 而渐渐 头发花白 迎来晚年的生活 人老了 身体会先感觉出来 经历大不如从前 开始记不清 曾经的那些往事 那些念念不忘的人 也渐渐地模糊了身形和面容 人老了 学会提前为自己做三件事 确保往后余生无忧 二 无论生活怎样 为自己存一笔前人老了 时光慢下来 精力也在逐渐下滑 赚钱的能力也渐渐下降了 人在变老的路上 如若懂得给自己提前存一笔养老钱 那么 在晚年会少很多的烦恼 少很多的慌张 王尔德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 曾经以为金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 现在我老了 才发现确实如此 人生路上 只有自己手里有钱 晚年的生活质量才会高 享有舒服的晚年生活 要给自己留下足够多的积蓄 上了年纪 求人的地方越来越多 如若手里有钱 那么 则能很快地处理问题 过滤掉更多的烦恼 有钱 才能有更多的选择 才能给予人生更多的可能 人在晚年 如若自己手里有钱 便能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给予自己更充实的内心世界 钱虽然不能买到一切 但是能给予生活更多的精致感 留些积蓄给自己 是活着的底气 也是活得更好的基石 人老了 不要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到别人手上 如若自己手里有钱 便能主宰自己的晚年生活 三 保留一些个人的兴趣爱好 当人在闲于时间能有些兴趣爱好 闲时与花鸟为伴 养花观竹 或是写字画画 活出更多风采 生活也会更加有趣味 在变老的路上 请不要为了生活 而放弃自己所有的兴趣爱好 学会保留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自己的人生保留失忆 人老了 有兴趣爱好 生活才会更加丰盈 人老了 别总是安生叹气地过日子 而是应该想想自己有什么样的爱好 并且努力去学习和追求 人老了 但是依然可以活得朝气蓬勃 生活中的美好仍然值得向往 在晚年 可以把自己一生的经历 编撰成书写出来 也可以挥笔泼墨 画出心中的山河家园 还可以走出门去 看一看这大千世界 才不往来这世上走一遭 不管做什么 都不要颓废度日 不要与寂寞悲伤为伍 而是要努力去生活 活出更好的样子 才不负光阴和生命 人老了 出去旅游也好 想要品尝天下美食也罢 感兴趣的事情 一定要努力去做 才能活得无怨无悔 四 与人为善 经营好人际关系 人生里都是经历 那些留下来的人缘 总是值得特别珍惜 那些陪伴于我们岁月的朋友 都是我们人生的见证者 在后半生 不妨善待身边的人 人生路上 身边能有一个 可以达成灵魂共鸣的人 会更开心 在变老的路上 请用心经营好 自己与他人的关系 不轻易动气 不轻易与他人起争执 而是学着在乎他人的感受 给予他人的善意 人老了 人生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对于晚辈不要总以 教育者身份自居 不妨当一个分享者 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 人生的时光 短暂而又值得珍惜 不必要与人结怨 无需计较得失 更不用争输赢 释放出自身的善意 让生活充满阳光和温暖 与人相处 送人玫瑰 手有余 与人相处 可以相互关心 互诉忠常 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中的阳光 感觉到更多的快乐和温暖 宗眼禅师说 人之生灭 如水一滴 欧生欧灭 复归于水 人老了 学会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晚年生活 让自己从容地生活 在人生的路上 为自己留点生活钱 为自己留点兴趣 为自己留点好人缘 人老了 用积蓄来填充晚年的生活 不过度消费 也不吝啬让生活多些物质的点缀 计划好手中的钱 该如何运用 会给人生带来不一样的体验和改变 即便老了 请调整好心态 让自己对人生充满兴趣和爱好 保留兴趣爱好 积极 乐观地去生活 不断地充实人生 和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人生就这一次 不管走到哪个阶段 都要用心经营 忘记痛苦和悲伤 活出更加快乐的自我 在后半生的日子里 闲停信步 规划好晚年的生活 做最好的准备 提前预防风险 确保自己余生无忧 如此 晚年才会活得更加精彩和从容 人老了 别再闹腾了 抚养自己 一 人老了 岁月就像是一壶陈年的老酒 相挑十里 慢慢戳饮 尽是人生的五味杂陈 人生是一个不断收获 和不断失去的过程 年轻的时候 意气风发 充满着活力与希望 任性而热血 每一天都是希望的开始 而当年龄越大 心里的枷锁就越来越重 脚步开始变慢 曾经的那一股冲劲 也变成了无奈的叹息 人到晚年 一个人有着怎样的心境 便会过怎样的生活 其实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简单平淡也是一种幸福 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 已经是莫大的幸运了 除自己之外 生命中所有的遭遇 不过都是额外的附属品 可以选择舍弃 然后轻装上阵 亦可以留在记忆中 丰富自己的人生 在岁月面前 不该服输 心中有光芒 生活自然也会熠熠生辉 静由心生 世界的模样千千万 你用什么角度去看下它 它就会呈现怎样的面貌 二 人老了 别闹腾了 烦心的是放一放在世间行走 会得到生活的馈赠 也会遇到一些烦心的事 摆正自己的心态 淡然面对 就不会有过不去的坎 人老了 精力有限 那些令人心烦的事情 不应该被记挂在心里 而是应该把一切都看开 不再执着于得失 何全峰在想开点 别和自己过不去中写道 人生最严重的一件事 就是把凡事都看得太严重 现在看似沉重的负担 难解的问题 拉长时间 以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 你或许就会一笑置之 如果让自己陷在消极的情绪中 不愿意走出来 就看不到身边那些珍贵的美好 更会错失掉无法挽回的宝贵时间 世上无难事 庸人自扰之 人生很多的烦心事 其实都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活在过去的纠结 悲伤的情绪中 学会放下烦心的事 清空内心的忧愁 人生是一条没有回头的路 学会放下往日的忧愁 清空内心烦闷的情绪 或许你会看见另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三 人老了 别闹腾了 子女的事 看开点子女 对于父母来说 是幸福的传承 但从减开期待的那一刻开始 就意味着 双方是相互独立存在的 这份幸福不该被束缚在手里 鸟语一丰满的时候 是注定要自己去分享的 当代社会给予年轻人的压力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 倘若连自己的父母 都要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那根稻草 子女们又怎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平共处呢 尽管大多数的父母都是为子女考虑 希望他们能够少走弯路 希望他们能够免受相同的艰辛 但是只有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过 才能够将生活的考验变成自己的财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距离产生美 代沟永远都是矛盾的开端 人老了 别给自己找事做 给子女自由 就是给自己自由 用富余的时间去丰富自己的人生 自尊 自爱 自强 即使是到了暮年 也可以绽放生命的魅力 学会放开 少操心 给自己的晚年留下空间 迎接阳光的人 内心永远都是温暖的 岁月催人老 人到晚年 最主要的就是调整自己的观念 尽自己所能 去发挥自我的价值 一个懂得热爱自己的人 一定会拥有幸福 快乐的晚年生活 四 人老了 别闹腾了 别讨好别人 取悦自己林语堂的 人生不过如此 终有这样一句话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剧里 充当着配角 人生在世 并不是活给别人看的 每一个人都该对自己 独一无二的人生负责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实现自己真正的价值 人生路上 过客匆匆 不要为了获取认同 用抛弃自我去交换那一份 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 在与人交往中 没有原则的讨好 只会让人看不起 违背内心的社交 大可不要 年轻的时候 在名利场上奔波 总是戴着违心的面具 将自己心里的不快和厌恶 隐藏起来 时间久了 甚至忘记了 自己真实的样子 如今 卸下了一身的包袱和压力 再也不需要去勉强自己 成全别人了 但愿自己初心未改 能够直面生命的脆弱与伟大 人老了 重视自己 关爱自己 余生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多重视自己 关爱自己 不去刻意迎合讨好 勇于展现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活得通透自由 才是最重要的 人老了 别再闹腾了 富养自己 在慢慢变老的路上 人要与自己和解 这一生忙忙碌碌 早已疲惫不堪 到了晚年 不如独善其身 过往云烟 该放下的就放下 外界有太多嘈杂的声音 扰人心绪 然而生活是自己的 他人的态度与看法 本就不值得参考 即使平平淡淡 内心清静舒坦 那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 人老了 对子女最好的爱 就是学会抚养自己 思想独立 行为独立 多了解社会时事 跟上时代的步伐 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精彩 而不是被生活中的琐碎 是阻碍前进的步伐 到了晚年 别再闹腾了 余生很贵 请别浪费 没有永恒的生命 只能在有限的时间中 活出真正的自己 人生得意须尽欢 学会抚养自己 让晚年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人老了 很容易被人嫌弃 说得让人流泪 一 人生 就像翻越一座高峰 前半生走上坡路 后半生开始走下坡路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个人价值决定了话语权 随着年龄的增长 在晚年 人的经历早已步入中年 人老了 在失去社会劳动力之后 个人的价值 在家庭中会逐渐降低 在这时间 我们早晚会明白 没有人 愿意长久地扶持一个 没有价值的人 即便 在亲情面前 人性也有现实的一面 老了之后 要钱没钱 要健康没有健康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 虽儿女双全 但晚年生活并不幸福 人老了 很容易被人嫌弃 请学会清醒地活着 二 当病倒在床 不能自理时 被嫌弃俗话说 酒病床前 无孝子 人在晚年 之所以容易被嫌弃 是因为病痛缠身 常常需要人照顾 尤其是 病倒之后 不能自理时 为了照顾你 儿女和亲戚 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经营 还有自己的事业要管理 所以 一旦病倒 不能自理时 就会造成家人负担 很容易拖累家人 在电视剧《乔家的儿女》中 其为民的母亲 病重的时刻 她的另外一个儿子和女儿 根本不愿意照顾她 甚至在医院中 吵着要分家 不愿意承担照顾母亲的责任 人老了 若病倒在床 容易被子女嫌弃 由此可见健康 才是一个人的靠山 在变老的路上 在空闲之余 请多多锻炼自己的身体 学着修身养性 别让自己的晚年 失去健康 失去自理的能力 人老了 拥有健康 就是维护自己尊严的一种方式 更是让自己过得体面的一种方式 三 当手里没有钱时 容易被儿女嫌弃人生一辈子 许多父母为了子女 活了半生 辛辛苦苦赚到的钱 都花在了儿女的身上 只为他们有更加灿烂的人生 曾以为 扶持儿女 等到他们的日子好过 自己也能想想福 可是 老了之后 才发现 自己兜里没有钱 活得没有底气 邹涛愤说 金钱往往成为 真正情义的障碍物 人在屋檐下 哪能不低头 当手里没有钱时 便会在生活中 处处伸手找儿女要钱过日子 如今社会竞争 压力本就大 子女们还要经营自己的小家庭 尚有老下有小 难免会对没钱的父母情绪化 没有存款的老人 活成了子女的负担 渐渐会发现 老了 还是要自己手里有钱 否则 也要在儿女的面前受气 在变老的路上 请为自己攒一笔养老钱 不要将所有的钱 都消耗在儿女身上 儿女大了 让她们保持独立 自己去赚钱 晚年 自己手里有钱 才会活得更加从容 4.代沟太深 不同的生活观 导致被嫌弃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活法 父母和子女之间 生长的环境不同 代沟造成了不同的生活观 尽管 尽管曾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做父母的常常高估了自己在子女心中的重要性 同时也无法理解 他们这个年纪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 父母 常常觉得他们是爱子女的 是最懂他们的 实际上 父母与子女之间 因为性格不同 所受到的教育不同 以及生活阅历的不同 导致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代沟 父母对子女过分的关心 过多的操心 都有可能成为子女的烦恼 人老了 不要因为放心不下子女 又或者因为自己孤独 而和子女生活在一起 如果与子女生活在一起 就不要强容子女的生活 因为不同的生活观 容易产生摩擦和矛盾 反而会导致自己容易被嫌弃 父母与子女之间 本是血缘情深 别因为强容在一起生活 而导致心与心的距离 却越来越远 在变老的路上 好好善待自己 用心过好自己的日子 作为子女 不能因为父母老去 而嫌弃他们 父母给予了你生命 辛辛苦苦将你拉扯长大 耗尽了他们一生的心血 请懂得感恩 养育之恩 是世界上最大的恩情 陈雨黎说 回到父母身旁 看着儿时的照片 更觉得往事如稀 光阴四见 但愿我们能多花时间 陪陪最爱的亲人 作为子女 最大的教养 就是接受父母的平庸 善待父母 别让养儿防老成为笑话 一代人的努力 才造就下一代人的璀璨人生 父母恩神 终有一别 别在该陪伴父母的日子里 选择挣脱开他们的束缚 很多时候 遗憾一旦产生 是永远也无法弥补的 人哪 生气不如争气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少生气 多争气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 要让自己的私欲变少 要让自己强大起来 很多时候 哪怕是别人 故意惹恼你 你去生气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一切都只是别人的圈套 生气不如争气 生气不如 让自己变强大 让自己少生气 让自己多争气 去努力地提升自我 去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 等你强大了 那些曾经欺负你的人 只会仰望你 那些曾经诋毁你的人 也只会来讨好你 当然 我们需要的不是别人的讨好 我们要做的是让自己真正的强大起来 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 所以 没有必要生气 有生气的时间 不如拿来争气 那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感悟 人啊 生气不如争气 别不知道 一 你若强大 蝴蝶自来 人为什么要强大 因为强大 你可以收获更好的自己 因为强大 你可以收获更好的人生 因为强大 可以让你明白活着的意义 人生 没什么值得生气的 没什么值得计较的 没什么值得较真的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也都会好起来 告诉自己少生气 告诉自己要争气 也许做到真的挺难 但是如果你不去尝试 但是如果你不去努力 那你永远只能是一成不变 人生有苦有甜 才算是真正的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要学会适应 我们要学会接纳 有很多时候 对于别人的一些话 对于别人的一些事 你感到非常气愤 你感到愤愤不平 你感到非常生气 但是 你要告诉自己忍住 你要告诉自己要争气 因为争气才是唯一一个 可以改变一切的良方 二 少生气 多争气 人生处处是美好 人生为什么痛苦 人生的痛苦 就是因为你容易生气 你很多时候 往往以生气为结局 我们觉得凭什么 你惹我生气 凭什么你有资格让我生气 其实 人生应该有一种有意义的活法 少生气 多争气 唯有这样 人生才会处处是美好 生气没有任何的好处 除了让自己的身体受影响 除了让自己的情绪受影响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不堪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委屈 所有的痛苦的来源 就是因为你的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就不生气 我就是要争气 我把每一次的生气化作动力 让自己去争气 学会了争气 人生路上处处是美景 人生路上处处是美好 所以我要戒掉生气 人生的色彩 人生的光芒 是需要自己不断地去创造的 从今往后 少生气 从今往后 多争气 让自己越来越好 三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从少生气 争气开始 能够欣赏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往往是从你不生气开始 因为你不会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你不会跟自己较真 人这一生 本来就不易 何必要跟自己过不去 跟自己过不去 那是最傻的事情 跟自己过不去 那是最愚蠢的事情 你要想着 我生气了 我就中了敌人的圈套 我生气了 我就让对方得逞了 我生气 我也就真正的输了 因此 常常会忘了人生旅途中的美好风景 再好的风景 也无心欣赏 再好的风景 也无心驻足 或许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我相信 只要我下了决心 我就能够做好 即使是慢一点 那也无妨 人生应该是用来体验 体验美好的风景 体验美好的事物 体验所有一切快乐的 喜悦的 让自己少生气 让自己去收获曼妙的风景 让自己的人生之路越走越顺 四 少生气 懂争气 你就赢了 让自己换一副面孔 把生气的面孔换掉 把争气的面孔换上 学会少生气 学会争气 那你就赢了 一旦生气的面孔出现 那些有心之人 就会因此得意 而你的时间 也就白白的浪费了 少生气 让自己少生气 一定要多争气 只有多争气 自己的人生才会改变 自己的人生才会突破 生气谁都会 不要让生气成为常态 要让争气成为常态 让自己争气 让自己不断地努力 让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 总有一天 你会站在胜利的顶峰 你会发光发热 你想改变 谁都拿你没办法 很多时候 很多事情觉得难 就是因为你不想改变 就是因为你的心里 根本就不想行动 生气没有意义 争气才有意义 争气才会充实 争气才会赢 人生漫长 是用来争气的 是用来让自己变得更好 是让自己收获更优秀的自己 少生气 懂争气 你就赢了 女人最好的依靠 是自己 当一个女人 开始独自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 才发现 最好的依靠 不是男人 不是房子 而是靠自己 就像一场修行 从最初的不敢相信 到最后的习以为常 在学会靠自己的过程中 女人经历了随时随地想要依赖他人 到后来的习惯依赖自己 那些受过的伤 流过的泪 熬过的艰难时光 都成为最坚硬的铠甲 成为往后余生 最充足的底气 一 独立的勇气 每个女人的心中 都住着一个小女孩 在不安世事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胆小 懦弱 害怕打雷 害怕突然停电 害怕一个人 走夜路回家 甚至拧不开矿泉水瓶盖 就连点燃煤气躁 手都在哆嗦 总盼望着 如同小女孩一样 有父亲的疼爱和照料 那些费体力 费脑力的活 都会有一双大手撑起 那些拿不定的主意 都会有人做出决策 然而 当自己走进婚姻 走进小家庭的生活 一切便只能自己扛 尤其是遇到的另一半不靠谱时 流泪只会让自己愈加懦弱 抱怨只会让矛盾激化 唯一的出路 是让自己承受这一切 如同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军 离婚前 他只管打扮得漂漂亮亮 只管盯紧丈夫 至于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 他一概不问 一概不知 当丈夫要离婚时 抛开情感上的不舍 更多的是对未知生活的恐惧 脱离社会太久 如何谋生 如何养活自己和儿子 都需要从头开始 所以 他才放下一切脸面 不肯离婚 直到死缠烂打 都无济于事了 他才不得不直面 糟糕透顶的现实 也正是这一打击 迫使他生发出独立的勇气 从勇敢地出庭打官司 为自己和儿子争取抚养费 到放下身段 硬替卖场推销员的工作 到后来 面对上尉小三的刻意挑衅 他都能笑着面对 当一个女人 如同罗子军一样 开始意识到 一切只能靠自己时 也就顾不上哭泣和矫情了 他们最大的愿望 就是靠自己的双手 养活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 从此 逢山开路 遇水搭桥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前进的步伐 二 赚钱的能力 对于现代女性来说 早已经无法实现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的梦想了 步入婚姻 虽然多了一个可以打商量的人 但肩上的责任也成倍的增加了 撑起一个小家庭 赚钱是唯一的出路 女人想要家庭和谐 能在家里说得上话 最硬核的本事 就是拥有赚钱的能力 不同于古代 女人只需要在家 相夫教子就行 如今对女人的基本要求 就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所以 再多的委屈 再多的辛苦 只能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吞 如果运气好 另一半会体谅和疼惜 再苦再累 也会觉得值得 如果不幸 没有人做自己的后盾 那就自己为自己点赞 昂着头向前走 习得赚钱的能力 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 必须熬过去的一道关卡 不管是在上学的时候 就刻苦努力 学好专业 还是在遭遇现实打击之后 从零开始 在这条谋生的道路上 那些该吃的苦 一样也不能少 谁不是万事开头难 谁不是坚持下去更难 可唯有如此 才能在历经重重磨难之后 终于可以凭借一技之长 安身立命 到那时 再回头看看走过的路 才会发现 一切都值得 三 豁达的胸襟 女人最容易情绪化 一旦有了心结 就很难迈过这个剑 以至于因小失大 被誉为唐朝四大才女之一的余又威 幼年不幸父亲早亡 母亲为了谋生 只得带着她到青楼帮人洗衣服过活 天资聪慧的余又威 也读书写字 吟诗作对 并遇到了大文学家温婷云 双方结为师徒 彼此仰慕 为了不耽误于又威 温婷云将她介绍给了青年才俊李毅 两人可谓才子佳人 天作之和 然而 李毅的正事并不接纳于又威 棒打鸳鸯 拆散了他们 为情所伤的于又威 顿入空门 改名为于玄机 可是 她的心早已经被这段感情牢牢捆绑 既然无法圆满 她便开始放纵自己 想要以游戏人间的方式 让自己忘却伤痛 可是 一旦沉沦 便再也没有解药 后来 因为和丫鬟绿翘争宠一个男人 她失守杀人 而自己也被处以急刑 一代才女 因为走不出情关 落得个杀人偿命的悲惨下场 历经千年 仍让人唏嘘不已 女人 想要傲然独立 就要懂得 人生 除了生死 都是小事 就算是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 过去了 就真的要翻篇了 女人这一生 能遇到一个如同父亲般爱自己的人 实现需要太多的运气 万一没有那么幸运 不如 就好好爱自己吧 学会让自己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 靠自己 去赚钱 去谋生 去撑起自己的人生 虽然很苦 很累 但这种我的人生 我做主的洒脱和自如 是谁都给予不了的 愿你有足够的幸运 如果没有 愿你能够不辜负自己 充分挖掘出那些潜能 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做了